發表 第一位是大道理的羅吉蓮先生 我要請督委會說明一下我們發言的規則 發言不超過三分鐘 然後兩分鐘到的時候我們想一次 三分鐘到的時候我想兩次 那希望各位能夠解明二藥 因為在我們的第一次的大會 跟專案小組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讓各位充分發言 那所以這次呢 如果有補充新的部分的話 就請簡要的說明謝謝 好 有登記時間兩三個人的限制 你說一下嗎 沒有 沒有這次沒有 OK好 好那我們就請博先生來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麼我首先在簡報之前 我先提供一份 那個所謂的95年的主要計畫 和這個專案報告的資料 那請大家 那個委員可以翻閱 好我現在開始講 那我說我對這個斷層的問題 我到現在還是很質疑啊 那我就講話是這樣 我說這個不要去護士它 你說這東西我以後再來做檢討 錯 就像我們長牙齒一樣 都長歪了 那你以後是怎麼去矯正發掉嗎 那所以我說專案報告 等一下你可以看出真相 那我的說法是說 你要遠離這破碎的還是王道 都市計畫沒有 都市計畫如果不把他 無視他的存在的話是危機啊 那我還是贊成 我們說還是要做成開發 做成社會大樓和綠袋 這是我們的名義 第二章 那這個報告這個是95年度的虛名下 在第六頁上面有寫 就是斷層的 那這個第二個專案報告 配置圖如下 那這裡的點 12345 在上面都有標籤 它確實有寫出嚴格破壞 那這破壞就是所謂的壓迫的破壞 就是所謂的板塊 就是板塊所造成的 下一張 那我們就是說 一定要避開這危險 不然以後我們怎麼對下一代 那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用荷包寺 荷包蛋的形式來規劃 讓那個四周的公園地帶 和社民共享 那這個東西就是地質 地質的東西就是 剛剛我講的兩個 兩個理事的結果 那再來我們選擇就是 要離開 基地的要避開這個地方 那最後的規劃 我就說 這應該荷包 做成一棟的社福大樓 然後再一張 那這個就是 剛剛所說 地調所說 這個不是活動荷包 沒有錯 這我了解 因為地調所 它不會叫到地方 去跟你做這些調查 那可是氣象局它的記錄就是 在今年年初 這是正央喔 但是正央你說可惡的話 當然氣象局說 沒問題啊 這個是要釋放能量 從海外的正央 跑到我們台北本地裡面 這個可以去爬這樣 那我們的 我們在這個廣執包院 好比就是這個 一個人 已經受傷了 骨折了 你還幫他 放這麼多的 超載的重量嗎 所以說 土地上 無限制的加載 是很危險的 那再下一張 那我們的 我們的想法說 既然我們很 很樂意的 看這個開發案 那我希望我們周圍 是說大家 共襄盛舉 那在都市計劃的話 在都市計劃的 充滿檢討的時候 將這個 四周 這是我畫的 在四周 你統統做 改成商業區 鼓勵大家做好都市更新 那麼 以社會為例 那這裡面就是說 我的訴求說 第一就是避開 用這個破碎袋 用荷包袋的時候 去蓋社會大堡 第二 我這是符合什麼 我95年度的 計劃裡面的第七頁 因為商業區裡面 也包括老人住宅 好像沒有人都知道 他把老人住宅 通通丟在那個社會裡面 是錯的 因為他這裡面 就想得很清楚 待會你們可以看 他一起的 最後是混居 OK 混居就是不要標籤化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孫子 好險的孫先